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附身符 一尊是笔达 这一尊是纯银的笔达 另外一尊是星期五佛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尊星期佛线 这一尊星期佛 你们一看的验证卡 应该就已经知道它的年份了 这一尊佛牌的年份 也算是比较久远的一尊 已经是几十年了 五十多年的一尊牌的 但这一尊牌的品相 还是相当的完美的 我们看牌先吧 这个就是验证卡 就不用我多讲 你们应该都知道验证卡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尊牌先 我们可以看紧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品相是真的很完美 看它的整个边角 还有它的衣服 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还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我们看一下背面 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像年花的这样的一整片 那么它上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经文的 我们先看看资料先吧 这一尊呢 是星期五佛 那么这一尊呢 是佛力士二五一一年 是那个龙普迪开光起伏加持的 哇塞那 那这一尊呢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 那我们叫星期五佛呢 它的也叫立观佛主 那么星期五 内观佛主呢 意思是佛主得道后呢 又在尽私如何说法普度众生 当他走到河边时呢 看到四种莲花 顿时呢 雾起这世界不同的 世界上四种不同的人的存在 第一种 莲花在太阳 充足的造药下 很快就开花 表示属于这一种莲花的人 很容易接受佛力 第二种莲花 需要太阳和雨水的洗礼 才能开花 表示这一种接受佛力呢 比第一种呢 会了解的比较慢 第三种莲花 第三种莲花在很强的阳光 或雨下才会开花 但却会凋谢 这类很难接受佛力 没有主张 彷徨 第四种莲花 永远不会接受佛力 也不学习佛法 但佛主并不放弃任何一种莲花 也都会以同样的说法 普度众生 双手 指胸前 右手 佛 此姿态暗示 完全性灵转换 即内观 冥想得到慈悲与心静 临近 尽是如何将痛苦煎熬之根源 解释给这些民众 那么 刺合佩戴的人群 当然第一个 首先是在星期五出生的 那么 这也是星期五佛的守护神 其次呢 他也适合做银行的 做歌手的 做音乐家的 做艺术家的 做设计的 也都是非常适合的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看第二款牌了 点赞 订阅 关注 点起小铃铛 绰绰你们的小爱心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 OK 这是第二款 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这样 这个呢 第一个呢 是他的验证卡 这一尊呢 是龙婆卡型的 一尊纯银笔达 我们看一下 这一尊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原装的妙盒 啊 原装的妙盒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里面 这个呢 确实他的size呢 是比较小的哈 比较mini的一个版本了 那么放大看一下 看一下整个品项呢 可以看到他这个笔达呢 是一个做莲花的一个笔达 现在呢 也已经差不多快30年的一尊牌呢 今年已经29年 对吧 对 29年 快30年了 这尊是2538年的龙婆卡型的一尊纯银笔达 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面 背面是这样子的 因为年份比较久 所以银的话 纯银它是会被氧化的 所以会有点变黑 我们可以看一下底部 也是非常多的那个金纹在碰面的哈 我可以看一下这一尊小小的 这样的一尊笔达 那么看近 那么这尊呢 是一个莲花座 笔文彼达 这个是一个小金身的啊 龙婆卡型师傅都造的佛派呢 在口碑 泰国呢 口碑呢 一直都非常的好 一生中中呢 有做过神的 七龙佛 彼达 还有 拉玛五世相 还有世面佛 天神 相神等等呢 很多佩戴了师傅的佛牌呢 都有大难不死的案例啊 在泰国的报纸呢 以及大杂志上呢 都有刊登过的 师傅的圣物呢 在招财方面呢 也是比较灵验的 曾经有一个 从来都没有中过奖的人了哈 他 一直买彩票 从来没有中过奖 那么佩戴完师傅的佛牌后啊 后来中了财票啊 然后呢 他当时佩戴的就是2538年的 这一种比达 也就是这一块啊 不仅在呢 避小人和招财方面呢 他的效果比较突出 那么还有他在转印人员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强的 师傅呢 也是太皇的恩师 师傅的佛牌呢 是有口碑的啊 他的口碑啊 在泰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望的 那么我们佩戴比达佛本身有什么功效呢 是可以帮忙遭正财 遭偏财 还可以借用比达佛的佛牌的功力啊 能够使佩戴者 让佩戴者裁员滚滚来 柴员不断 这些啊 还能够安静心神 专心致志 保佑健康 消灾解难 招财 懒财 守财 并且能避开一切 对于自己不利的小人啊 更有挡将辟邪的功效哦 那龙伯卡贤师傅呢 我在前面几期 也有介绍过这一位师傅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当然如果下一次呢 我再拿师傅的牌 我可以再次介绍一下 可以谢谢大家支持啊